今天先从竹子开始介绍一下 竹子一般从竹竿开始练习 竹竿是从底下往上 用笔是中锋 然后从下往上推 然后每一个竿之间这个节要留出来 练习的时候竹竿注意节之间要把它错开 不要排队 不要太齐 竹竿画完了就可以画节了 这个节用笔注意要顿一下笔 有点力量 和之两节之间给它相关 相关联 竹节画完再可以看底下就可以画枝了 画枝呢还是从竹节以上左右护生 注意错开来变化 用笔呢要稍微的硬一些 一般用中兰竹 用笔画这个竹竹竹的时候要有点些草树的感觉 把这个枝子画得要活 而且要切 我们从竹竿子画起 竹竿呢用笔啊 我想用羊豪调幅 笔大一些 蘸墨呢要可以淡一点 从下往上推这个笔 第一笔呢从外边出来 第一节啊 这是笔要转一下 然后扣一下笔 再往上推 这儿转一下 再扣一下 再转一下 再扣一下 再挑 再扣 再扣 一直画出去 第二个 刚刚练习的时候 注意核擦 第一个 筋不要提 排列不要平行 注意变化 还是要往上推 扣一下笔 注意这个 有时候像个鹿角 这样是感觉 这个枝子挺有意思的 后边的组织 不要画的时候 注意错开一些 分支也是 在后边就要错开 这样把这个枝子变化 让它不重复 上面给它画出去 就别了 下面看一下竹枝的练习 一般竹枝的练习 由左 右 从下 往上 或者是上往下 四个方向练 一般是 这个 由左往右 是顺手 右 右往左 就是逆手 两个方向都要练 主支 和分支 注意在练习的时候 有所区别 主支要有力 粗一些 分支少瘦一些 这个练习呢 就看出了 从下往上 用笔是中锋 底一尖短些 逐渐放长 这个 就是把分支 安排的 让它自然 不要平板 这个是呢 斜上去 这个是反过来 从上往下垂 也要练习 这样它垂下来 不要直的下去 让它左右还要分开 每个枝子 让它有一些变化 更加生动 自然 今天 画竹 就讲到这儿 平常 大家可以 多练习一下 竹竿 把竹竿呢 练熟了 用笔呢 也给它熟练了 然后用万力 也要它加强了 就像练书法一样 杆子画好 再画一些竹枝 竹枝也要练得熟练 让它练得自然生动 这样呢 对以下 画竹叶 把竹子整体有帮助 好 今天就讲到这儿 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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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